濃煙直從屋頂 這是大巨蛋的煙控測試 三月二十號完成試驗 如今四月 進展到再鋪人工草皮 新場域力拼七月拿到執照 讓不少球迷很期待 但新曝光的螢幕卻引來批評 網友說這大小難道是給螞蟻看的嗎 場館這麼大 螢幕卻如此小 真的很失望 大巨蛋安裝的主螢幕橫長三十點七二公尺 縱長則有十七點二八公尺 雖然後稱是全臺球場最大 但左右外野的輔助螢幕更小 長寬只有十一成六公尺 拿到國際上比有點老虧 巨型環繞螢幕震撼全場 東京巨蛋球場翻新後螢幕之大 全場有一百二十五點六公尺 雜謊火腿隊的新球場 還堪稱世界最大 連韓國高齒巨蛋的輔助螢幕 也幾乎等於臺北大巨蛋的主螢幕 還有球場座椅顏色 雖然蓋上防塵套 但還是看得出來是走極淺色路線 恐怕會影響球員視線 遠雄強調部分媒體報導引用的照片 拍攝角度跟實際角度存在視覺落差 才會造成誤解 至於座椅顏色會在市營運後安排測試賽 再參考各界建議改善 三地新聞週關於蔡春祺台北報導